在这边 the motion of a particle for a certain period 是s等于8t加5 然后s呢它代表的是它的distance 然后t呢是它的time in second 然后这个是in cm stant in cm time in second 然后它叫你画它的distance time graph so其实呢它的那个题目呢 它只是给你上面这些而已 它下面的这两个呢是原本它没有给你的 然后它要你画那个distance time graph 来represent the motion of the particle for a period of 5 seconds so在这一边呢 这一个呢 我们就要用那个from to the part 的那个graph的概念来用了 这个s等于8t加5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y等于8x加5 这个s等于8t加5 所以它是属于linear的 ok我的这个s就是我的y 然后我的t就是我的x 所以我的bar x加5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一边 我就随便拿两个x的点 我的x等于0的时候 ok我的y 平时我们是用x啦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t 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我的s呢会是等于8乘0加5 所以它会变成5 所以0动号5是我第一个点 0动号5是我第一个点 然后我的time等于5的时候 我的s等于8乘5加5 到4040加545 所以它这一边呢 它有这个5动号45 所以它这边012345 然后这边1020304545 在这一边 所以我两点乘一线 直线我只要两点 两点乘一线 跟它连接起来 这样 但这一个就是它的那个motion graph 就是它的distance time graph 然后它distance in cm time in second 就是这样